应该还记得吧,回上页,就是back键,最简单,第一个选取什么,page,然后呢,在这边加一个什么,加一个这个,就是什么呢,data add back btn,等于true就可以了,但是我们现在home的这个方法做的方式不太一样,而且如果说你今天有back又有home的话,那home会把back盖住,就是它在上面一层就对了,OK,所以这地方的话呢, 我们这地方不是从这边做,我们要怎么加上去,首先第一个,这边的话,其实第一个就是说,首先你先到那个底下的,比较绿岛机场这个地方,点一下,选一下这个位置,那各位可以看到,原来的话是这样,原来它是h,我先把这个先删掉,原来是在绿岛机场,本来应该是像这样子, 那它的位置,你选完之后,各位可以看到,h1到h1,那请你在选取的这个h1的结束的后面,其实前面或后面都可以啦,那我习惯放后面,斜线h这里,有没有,请你再插入一个超连结,那插入超连结,请各位用那个上面的,传统,有没有,常用的,刚刚本来是在这个模板, 请你切到常用的,插入超连结,那它会帮我插入一个超连结,在这个位置,ok,那插入超连结之后的话,然后,各位可以看一下,这边文字,我们就打一个hom好了,就是,文字连接到哪里,连接到hom,紧hom就可以,ok,所以就这两个,一个是,上面显示的文字,一个是超连结, 这两个就ok了,按确定,确定之后呢,那如果我现在来预览一下,基本上,它长的,其实就会只是,这样子,类似像这样,一个hom,它会自动怎么样呢,变成一个按钮,那可不可以连结呢,其实也可以连结,但是不是我们要的,我们要的是什么呢,是一个图示,而且没有文字,一个图示,没有文字,那如果, 一个图示没有文字,该怎么怎么做呢,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,基本上,请各位一样,游标点在这个hom的超连结上方,不过不好点,你们大概就是,点上面一点点,游标现在是放在hom上面,对不对,这个时候呢,请你设定一下,里面的标签,那其实我刚刚讲,第一个,我要设定什么呢,设定的是,icon,图示,所以呢,请各位选一下icon,那选哪一个呢,选里面的标签, 一定有个hom,这个时候呢,它出现的一定会是什么,一定会是一个hom,就是说呢,一定会有hom的图示,在前面的,有没有,多一个图示,但是呢,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,我不要hom这几个字,我要只留下icon的话,ok,那你要怎么做呢,特别注意啊,其实也是,第二个就是说,游标一样放在hom上面,hom有没有,底下有一个icon position,对不对,它有分层上下, 左右,还有一个什么,notice,notice做出来的话,各位来看一下,即时一下,ok,那这个地方呢,点击下去,就会是一个图示了,所以如果将来呢,各位要做一个,那个小icon在上面的话,就第一个,建一个超连结,第二个,选它,游标放上面有没有,就设定这个,icon home,然后呢,它的icon的position,是一个notice, 那以后就是要做出来了,那不过,今天时间来不及啦,不过理论上应该要左边一个,右边一个,刚好有两边嘛,如果要做两个的话,该怎么办,又